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你好我是孙少奇 最近有很多粉丝小伙伴想让少奇拍一款 超贵的水枪 500多块 我们平时玩的水枪顶多就是几块几十块冲天了 这么贵的水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买过来给大家一起看看 首次开机前充电6个小时以上 一本说明书 水枪主体 我去这个这个水枪好沉啊 一个充电线 环局枪主体 变出版本看一下这个水枪的细节 主体颜色很简单 白色浅绿 或者淡蓝吧这个颜色 黑色下面是开机键按一下开机 这个地方是充电的地方 这边有个显示器充电的时候会显示 电量 充到百分之百 下面是入水口 上面是出水口 入水口仔细看的话 它是有一层沙网的 可以阻挡一些 小的东西被吸进去 但是它显得要吸 尽量干净 纯净一点的水 接了盆净水器里的纯净水给它 它这个抠手往前推就是吸水 现在已经吸到百分之百了 来一发 哇尼玛 装满的时候是百分之一百 打了一枪之后变成百分之九十六了 它这个也是粗略的显示了一下子弹 这个力气太大了 我们直接去试外 Go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射程总距离有多远 差不多在8米左右 来看一下它威力 小半瓶洗化水 然后这是一瓶医保矿泉水 看能不能打倒 威力可以 下来差不多打了二十几下 水就没了 它这个枪体装水的容量还是不太多的 现在是百分之百 我看打几发 它能变成百分之零啊 一二三四五 二五 二六 给刚刚算的差不多 二十六现在把它全部打光 接下来测试一下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邓井一下子就打穿了 刚刚打一张纸一下子就打透了 我们试一下打十张纸需要几下 哇去 你别打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哦 十四下打透 哦 哦 啊 他往前推的力气非常大 但是不是很疼的那种 你们以为他是心疼爸爸吗 对呀 decid 衣服都湿了 谁咋骗死了 stakeholders 手上 儿子被欺负他妈前来抱负 我真是我好喜欢 招招见识 毫不留情 这种增进浮起感情的游戏 建议大家都可以多玩